这是我们第五季第十一期 最后一轮的亲眼舞台 到底哪一组音乐合伙人 会成为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呢 有请剑音团现场合议 给出结果 高音都挺高的 都很有力量 一个是中式摇滚 然后一个是乡村摇滚 经声音剑上团一致合议 天字的声音 第五季第十一期 推荐金曲为 刘凤瑶与陈冰带来的火力展开 恭喜刘凤瑶 恭喜陈冰 谢谢陈克逊 谢谢王鹤远 刘凤瑶 把手开了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东阳光仙虫草 请取时刻 谢谢 谢谢大家 送上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礼合 谢谢 同时请二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态度先生 这次的战略是火力全开 绝不允许失败 胜利不必等待 谢谢二位 本期我们在态度先生的话题 分享你与火力全开这首歌的故事 关注天字的声音 还有我们东阳光仙虫草官方抖音账号 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态度先生的主题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惊喜 要把早餐送给我们本期的两位队长 极客俊逊和张碧晨 也要谢谢每一位优秀的音乐合伙人 音乐让我们铭记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音乐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天赐的声音 特邀嘉宾团大梦瑰丽剧组 他们将为大家带来 与天赐的声音共唱的合作曲 《小诗剧》 让这首团歌抢先带大家一起随剧而动 以下终意的声音共唱的提论 编曲 编联制 像小诗个铁彤 我可以说 当你把你终于 这首团歌抢先带来 tres 三 二 二 三 二 四 三 我可以说 让他失去 六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你跟我们灵人共唱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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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呢是坏蛋 内心是个笨蛋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 没错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刚才跟毕生一起合唱的这首歌 被称之为你们的团格 那这首歌对于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首歌 其实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这首歌就已经制作出来了 每个人都对这首歌充满了热情 有非常非常多创作的动力 并且投入了很多情感 每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场景下 我们都会挑这首歌来纪念 毕成跟咱们《大梦归离剧组》非常有缘分 今天带来了这样一个舞台 对 要为这部剧唱曲 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 但这歌还没录呢现在 还没录 对 能不能邀请毕成给我们轻唱一段 好好好 好好好 歌唱到最后听懂的人有几个 长长短短的奈何 多少年还在唱着 命运的拼责 不忘我笑笑一朵 太好听了吧 谢谢各位 谢谢 距离我们第五季收官 只差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七天以后 湖北一都万人体育场演唱会见 一都的朋友你们好 让我们全场感受